赖清德胜选 中国老共立刻就出手了 外交烽火连天 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追的是 这一个在南太平洋 被称作一掌潮 土地面积就缩水的诺鲁 诺鲁这个国家宣布 跟台湾断交 其实已经两度断交 背后说穿的都是利益 都是钱 他不太狮子大开口 他还要跟你比价 我们就说 小英政府两年 八年不到已经断了十个国家 现在到520 中国还会出什么招 而我们的外交部 除了愤怒 已经无计可施了吗 建安哥我跟大家报告 赖清德还没上任总统 但我们讲他是有史以来 才刚当选 就面对如此内忧外患 非常多的压力的 一位总统当选人 首先在国内 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聊到 立法院就已经在出招 光是政府院长 就凸显一个问题 他的党团处于弱势 因为并没有绝对多数 所以未来他的执政 可能会面临跛脚 面对很多的挑战 但与此同时 在国外 我们在世界上 他也面对到非常大的压力 首先第一个来自对岸 中国大陆 习近平马上出招 习近平发表一个文章 叫做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 坦白讲 他这对立面就是在讲 我们必须要反对台独势力 等同是在跟赖清德做警告 但我必须说 习近平每次想要帮哪边忙 在台湾的政治 在台湾的选举 就会帮倒忙 所以恐怕国民党看到这件事情 心头先两一半 但代表一件事情是什么 台海之间的气氛 恐怕不容得非常紧张 但与此同时呢 你看到中共立刻在发布另外一个消息 这个叫什么 大选隔天 在1月14号的时候 立刻在东部战区发布军演 而且高达43秒 有许多的军舰 许多的航舰 而且关键字在这边 实弹军演 在对你台海进行恫吓 其实没有我们的国防部声称说 全程都有掌握 而且没有任何的影响 但画面会说话 确实就是在我们的周遭 而《环球时报》也说 诺鲁断交 只是个开始 显然这个诺鲁 我跟各位报告 不管是中国 不管是美国 对于台湾的选举结果 其实早就有所因应 他们可能有plan A plan B plan C 但是不包括柯文哲 因为从来没有人认为柯文哲会当选 但是对于国民党的剧本 对于民进党当选的剧本 显然都是有备而来 而这个诺鲁绝对不是意外 而是中国对于赖清德 即将上任之前给的第一声枪响 你说到了一个 让大家想要顺藤磨刮下去 如果这不是意外的话 先前已经有机可循 为什么 诺鲁这个主国家 已经第二度跟台湾宣布断交 我刚提到背后都是那个字 利 利之所需 导火线居然是一笔26亿的款项 怎么回事 诺鲁这个小国家 他整个国家的大小 甚至会因为涨潮 然后国土就变得更小 总人口只有1万人 而对台贸易呢 每年这个大概700多万元 真的非常小的一个国家 可是他跟我们要多少钱 竟然要26亿元 所以当台湾还在考虑的时候 中国已经趁虚而入 而事实上这个盘 早就已经布局已久 等同是 只要谁能给诺鲁钱 谁就当老大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见钱眼开 以前就曾经发生过 2002年的时候呢 已经跟台湾断交过一次 你说他那时候为什么断交 一样又是同样道理 因为呢 中国大陆中共用经济的利益 诱惑他断交 结果没想到后来 因为承诺根本没有兑现 而没有兑现的状况下呢 2005年才又跟台湾 附交换言之 这就是一个有钱能买到的 酒肉朋友 2002年的时候 我们曾经做一件事情 诺鲁他只有一台飞机 各位还记得吗 我说他自己这个小岛 只有一万人口 而这台飞机呢 又是澳洲出现同样状况 被澳洲扣押 结果呢 我们当凯子 花了2.8亿的美元 才帮他赎回来 结果还是遭到断交 好 我们看到了 现在小英总统的 8年任期还没到 结果已经断了10个国家 外交部这次呢 吴钊燮的反应 我们也觉得 你是啵啵啊吗 他只有愤怒 除了愤怒 可以有什么 吴钊燮这个人 讲白了 因为他从2018年上任至今呢 已经连续断了几国 总共丢了10国 而他任内就断了8国 所以对于 每次发生这种状况的 唯一的做法就是 谴责中国大陆 各位你不要误会了 台湾的外交处境呢 是建立在两岸关系之上 其实如果真的按照 对于台湾实质 严重的影响力的话 两岸关系 应该是置于台湾的外交 必须先谈两岸 才能再谈台湾的外交 所以当吴钊燮愤怒之余 对中国表达愤怒 这是他唯一能够做到的一个 外交手腕 外交手法 但事实上对外有没有用 当然没有用 因为这个说法 只是为了要巩固政权 对于内部政治 进行缓解 要给国人有一个出口 要给国人同仇敌忾 因为如同许多的政策 总是由出口转内销 对名将而言 大内宣 所谓的大内宣跟大外宣之间 是有高度关联性的 但事实上呢 黄介正就出来讲了 这个叫做 南英国民党的国际部主任 是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战略学生 他就说 去年大概十月的时候 其实我早就已经提醒 我说诺鲁 那个时候有些迹象 包括他们的总统 来参加我们的国庆之后呢 回国之后 直接被轰下台 被骂得很惨 所以恐怕会有危险 请外交部多多注意 结果那个时候 外交部回黄介正什么 他说你可笑 你连最基本的考证 都不做 而对此呢 黄介正 因为现在终于还给他公道 但他只有淡淡的一句话 已经被打脸了 我无话可说 董哥 现在的诺鲁断交 真的只是前菜一道而已吗 接下来到520 还有五个月的时间 老公还有什么招可以出 那当然下来就X 经济就打到你的痛点 对不对 到时候很多东西不是零关税 539项一一的把你拿掉的话 反正经济部说影响不大嘛 那影响不大就看看嘛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在外交当然 因为外交部长就叫吴钊嘛 你就说毛布啊 毛布就是吴钊啊 对不对 吴钊谢啊 那他已经到这样 他也无所谓 有人说你断交八国 该下台 不会啊 总统顶他 他也认为断就断啦 其实我自己觉得 国人也没什么感觉啊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 嫌疾上班了两天而已 对不对 礼拜天投票 礼拜天卸票 礼拜一礼拜二 今天礼拜二啊 发生了这些事情 很多事情 其实早早就应该出现了 像肉鲁这种断交 两个国家要建交 一定早就谈好了 那他想要断 中国大陆说 等一下 等一下 因为我要跟你建交的话 那我们再来说嘛 对不对 好 那他早早就想断 所以这个是 起劫中国大陆的 那既然选举这样 那就断嘛 断就断 你就宣布嘛 这是一个 大家看到 你知道昨天张世纲 杨志宇还有领涛 被判有罪吗 都被告 被判有罪啊 对 为什么选前不判 因为选前判就是说 司法打压 不要办 这就是我们的 我们这些法官 比政客还政客 是不是 骆鲁 大家记得 蔡英文第一次当选 第二年就跑地 南 太平洋这些国家 去做行亲之礼 记不记得 蔡英文说 他们是南岛来的 南岛来的 是 然后你看 那些都断光光了 对不对 吉尾巴斯也断了 所罗门 大家可以看到 也断了 现在你只 你只剩下马绍尔嘛 帛琉嘛 这些国家 还有一个土瓦鲁 这些国家都有一个特色 人口大概只有一万或一万亿 我是金门人 大金门跟小金门 小金门人口都比他们多 土地大家差不多 跟小金门差不多 每个人都是一个国家 哇 好得意哦 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些 有时候觉得很苍凉啦 为什么 因为你连最小的 你都保不住 何况那些大的 我们瓜地老妈 跟我们都好 瓜地老妈 总统现在没办法上任 老百姓抗议 国会被抗议 国会议员也没办法 先事就职 已经好几天了 台湾媒体有在报道吗 没有 因为这是不光彩的 可是他是邦交狗 最大邦交狗 你不要跟他关心一下嘛 所以你知道台湾 媒体都是民进党 多数都是他在操控 他给你怎么样的信息 然后你就觉得很愤怒 悲欢喜乐 都由民进党在操控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台湾 你怎么看 其实每一次 只要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想观众可能都已经 比我们更了解 民进党的SOP是什么 第一个一定就是 邦交国无用论嘛 然后再来是怎样呢 就是渣男就整个 马上现行了 把邦交国说的有多无用 然后把邦交国说的有多坏 诋毁邦交国 像是昨天啊 这个一段交 然后一出来 新闻一出来 民进党马上说 哎呀这个邦交国啦 国土小人口少啦 其实事实上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啦 那这样子的 这种讲人家坏话的 这样的一个形态的 民进党一个执政党 你不会传到 这种风声 不会传到其他邦交国的耳里吗 那其他邦交国 难免他一定会接受到 别人想要给他更大的援助 那一方面他又听到 哇原来我这个朋友啊 只要我跟他一段绝关系之后 他可能会这样子诋毁我 说实在的 别人还会在乎我们这个邦交国吗 不会嘛 我们已经在国际的地位 其实很险峻没有错 而中国大陆利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打压我们 其实也是不分党派的 我们不会说 只要国民党上任的话 邦交国通通都会回来 我们不会讲这种话啦 一样只要是 就算是我们当了总统 就算是我们当选 一样还是会受到很多很多 国际上面的打压 问题在于你要拿出解决办法 问题在于你要不要沟通嘛 而现在就是其实两岸没有沟通 最大的一个问题 但说实在的 你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你这样子的一个论述 看在国外外交第一线的人员 有多心寒啊 今天我努力去维持外交关系 维持邦交关系 好就算是因为被打压 所以我们失去了这个朋友 失去了这个邦交国 但是我在国内看到的外交部长 只会不断的骂人 只会不断的用政治语言 来抹灭我们在外面 第一线外交人员的辛苦 说实在这已经是民进党执政下 官场扭曲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丑陋的文化了 那接下来你看 吴钊燮会不会持续下去呢 他基本上就是小英男孩嘛 赖清德要不要留任他呢 他根本就是巴风吹不动嘛 他非常非常的稳 而事实上这样子的稳 带来台湾人民是什么 完全没有嘛 邦交国一个一个断光光 而且也提不出任何的解决办法 这个我觉得就是台湾 现在外交最大最大的悲哀 大选过后本来期待 选后能够春暖花开 两岸能够破冰的观光产业 现在变成76片的产业了 从股价就可以看出 连续两天呈现崩跌 背后水有多深 本来期望的是台湾三月开放团客 前往中国旅游 这样的善意也能换取中国对等的开放 如今变成了泡影了吗 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对策 是 俊相我们都知道 有时候股市会反映出一个政治市场的反应 但现在却仍然认为说 怎么 感觉上民进党赢得了胜选之后 怎么观光股这相关的类股连两天惨跌 轻易顺顺 包括15日现在是跌了超过4% 今天整个平均跌幅又来到3% 而且其中包括凤凰 雄狮 都难抵这一波的跌势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本来不是说 今天我们在今年3月的时候要陆续解禁 我们的人可以到中国那边 开始团建团出去旅游了吗 那这个应该是好消息 怎么观光相关的类股 真的跌到情顺顺 结果现在被人家发现说 选后中国对台湾这个部分 可能有一些相关的措施 不仅不会放宽 搞不好还会更严格 其中一个 就是中国没有将台湾列入 出境旅游的名单当中 那这个对于我们的一些业者来讲 真的是望穿秋水 本来觉得应该有机会 两岸要恢复 感觉上开始互相的 可以观光旅游了 所以现在业者也不忍了 直接呼吁陆维会 你要扮演起重要角色 你应该跟中国握手言商 大家呵呵啊说 呵呵啊来玩玩 那也轮回是跟中国吵架的这个单位 对他们心里其实是还蛮忧心的 那现在我们的观光署 他也出来的再一次的信心喊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现在目标 其实还是不变的 什么目标不变呢 就是我们2024年 我们全部的 全年的一个来台观光旅游人数 要来到1200万人次 要创下历史新高 那大家说 很短短短短 这样 2023年才600万 600万的情况之下 你这个今年2024年 你要倍增 而且呢 是在中国现在目前为止 还没有把台湾列入 可以来旅游的一个名单当中 这样够可能 然后呢 这个观光署再次强调 他说我们要维持 有尊严的自由市场机制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不把市场局 重压在单一市场 公平就是中国啦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还是一样 对全世界都展开大门 第三个呢 我们的相关的补助措施优惠 利用的方案会持续进行 就是希望中国这边 你们还是陆客 欢迎你们这边来玩啦 所以呢 你现在看到一个图 是什么图呢 就是2023年来台观光旅游人次 你知道其实在COVID-19之前 2019年 来到了一个新高点 就是1187万人次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这个1187万人次里面 陆客可是占了22% 来了271万人次 所以有没有发现到一个美杠 什么美杠呢 就是我们今年的目标 是要1200万人次 但是呢 2019年里面有271万人次 是中国这个部分 现在可能还不可以来 那请问一下 我们如何能达到 1200万人次的一个目标 第二件事情呢 你不要说外国人来 感觉上好像没有想象中 那么多那么容易 第二个 台湾自己本人 就已经都往外跑了 啪啪造 没有在我们自己 台湾里面旅行 为什么 现在有个相关数字 去年的前11年 前11个月呢 来台旅游的人次是 567.2万 但是我们出国倍增 来到了1074万 简单讲 全世界来台湾才一个人 我们出去一天就两个人 所以呢 尤其是到日本的最多 跟日本的比例 一个日本人来 我们台湾平均有三个人 去日本玩 所以你这样两相比较之下 感觉上 这个今年的目标 1200万人次 真的是不简单 你在过去 每次像这个时候 都会喊出 自己的国旅 自己救 为什么自己的国旅 已经不想救了 通通往国外去 因为更便宜 国旅好贵喔 问题是 你回头来看 这也是另外一种剥夺感 政府居然 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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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来的观光客 可是自己的国人 却在这个地方 继续跪上去 那是我 我也出国了呀 对 真的是这样子 其实我跟你讲 我最近真的有发现 包括我坐捷运 包括我坐进行车 但是我都发现 外国旅客真的蛮多的 我一方面还觉得 不错不错 我们台湾的能见度 真的在世界上有增加 很多人不敢去中国玩 可能就来台湾玩 结果一问 不是说不是啦 应该是说 其实是有美港 什么美港呢 原来喔 他说呢 从2023年开始 我们总共有 25万份的 5000块的抽奖 这抽奖是给谁抽呢 就是外国人 你要来台湾玩 如果你有抽奖了 送你5000块 给你5000块 任你玩 这个真的是一个利多 因为就真的很多人来 然后2023年有25万份 2014年呢 2024年有15万份 预计到2025年有10万份 所以这三年总共编了25亿元 这个听起来感觉上 好像真的不错啊 就是那个招揽国外 外国人来台湾消费 不过很多的台湾人就说 哎 有没有搞错 这是我们的税金 多岁还参加多 月亮怎么是外国的 有你得整个税事我们在缴 补助是补助给外国人 有些人就不开心啊 有些人都说 哎 你真的是太贵了 你知道吗 而且他们就说 那个补助 补助到中奖率之高啊 比如说有一个 中国一个王红啊 来台湾啊 他就很开心说 哇 台湾政府真的太大方了 我一进来 我好像来两次 我每次的钱 中奖率到这五千块 后来人家心里想说 怎么搞到人人有奖 好像感觉上 不中奖的还比 中奖的还少哦 那到底怎么一回事 那到底 就也有人会质疑啦 说哎 你这帮国千块 这个真的是会有招揽来的意思吗 这些人来台湾玩 应该是本来就想玩了吧 不然你说实在话 我们的旅行很贵耶 多贵呢 他们就说 台湾你平均房价就四千五千块 那你那个补助五千块 外国人真的有办法 就因为这样而来吗 第二件事情 台湾人自己看得不爽啊 觉得咱们说什么啊 怎么意思呢 我可能去南部玩 我可能去看一个Black Pink 哇 一个晚上住宿旅费 要八千一万哦 实在太贵 然后他们就说 我到冲绳去 一个晚上 可能来回机票才五六千块 四星期饭店也才一千块 我在高雄住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我可以在冲绳 四星期饭店住一个礼拜 好错乱哦 对 所以就是你知道 就有网友就说 他的台北的同事 感觉好像都很少到中南部来玩 反而出国机会还比较多 因为他们认为两项比较是像 到国外旅游相对来讲 还便宜许多哦 那除了住宿费啊 除了这一些观光旅游钱啊 比较贵之外 其实台湾过去这一年 还发生的就是什么 就是你用餐啊 吃的这一部分呢 其实也是成本越来越贵 像我们一般人吃的粮食汗啊 这一些的排骨饭啊 也涨了大概有一个三块五块左右 然后呢包括萨利亚这些平均条幅 来到了十趴 然后连了那个老菜的水煎包 你说从十七块涨到二十块 好像没多 不好意思 那个算下来七十也是五分之一 也是涨幅不小 所以你就会知道就是说 这个两箱比较是下 台湾人会觉得 怎么碎我们再讲 补助是补助外国人哦 所以真的会有一种相对剥夺感 实在不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观察 但是这里呢 带我们看到 整个2024大选的选举结果 会不会两岸关系 我们今天就想旅游市场 再一次被勒脖子 越勒越紧喘不过气了 其实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 两岸经济因为这个选举结果 那除了之前说 两岸会不会发生战争哦 那这个短时间之内 应该目前看起来还不至于 但是在经济上面 中国大陆的这一个筹码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 像在选前所讲的ECFA 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那观光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它的在产值里头的 占比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呢 它影响的人数可能非常的多 因为观光产业的就业人口 跟其他的 不管是传统产业 或者是三级产业 科技产业来讲 相对上都是比较多的 所以它的层面会比较广 而且呢 基本上在经济上面 是属于稍微弱势一点的族群 才会在服务业嘛 低薪的工作环境当中 所以呢它未来会是这个基层发出怒吼 一个非常可能性的这个族群 不过中国大陆会不会在这个地方 就是跟你死杠到底 我倒觉得因为它筹码很多 也不见得会在伤害第一线人民感情 最深的这一个部分下手 那在这个所谓的开放两岸观光这件事情 其实在选举期间曾经炒作过一波 那时候呢 交通部为了要达到它的这个人数目标 它今年 其实去年就喊一千万嘛 没达到 那今年 被定的目标是一千两百万 如果没有 中国大陆的观光客 要达到这个目标的难度很高 当时就说 这一个二月就要开放啊 不管对岸开不开放 我们就先放了吧 我们就先让人出去了 但是后来 当然民进党因为选举的考虑 有一些踩刹车的动作 所以现在才改到三月一号嘛 就选完了再说好了 先不要再选钱 先做这件事 那美国的资深前任官员代表团 来台湾之后 民党政府 在相关的政策上面 会有什么样的修正跟回应 都是观察指标 会有什么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